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善与戒淫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 行善与戒淫的关系 1.戒淫靠佛力 行善打基础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 相信大家都认识到了 要想戒淫 单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的 1.戒淫虚账佛力 有位同修说 自己参加戒淫活动 最长能有40多天内心很平静 不犯邪淫 可上网还是老忍不住看不好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仅仅是制约自己是不够的 过去 我们造作的这些贪嗔痴慢疑 杀盗淫忘酒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们习性中间是很深的 印象很深 这些业力习气是很多的 不可能40多天我们就把它全部消除 当然 40多天能扶住 不制造新的问题 这就很不容易了 很好了 可是 我们过去 累生累世积累下来的这些业力 累生累世积累的这些习气 贪嗔痴吃的这些毒素 依然还会发出作用 所以 会影响我们各方面 让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办呢? 建议大家 要拜颤、诵经、念佛 通过佛力的加持 逐渐的把这些业力消除 转变、转化、减少 等到我们真正的业障消除了 减少了 身心真正的清静了 就没有这种不好的动力了 没有这些动力了 我们就不会再忍不住 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修行 真正身心清静了 感受到佛菩萨清静光明的力量了 我们就会各方面都舒适 从佛法中得到了光明 得到了快乐 得到了愉悦 第二 我们就会知道 贪嗔吃 杀到饮这些东西 其实是不舒服的 不是一种愉快的东西 这个是要经过坚持大量的修行 慢慢的消除业障 自己得到了证悟以后 才可以变化的 才可以感受的 第二 善是学佛的土壤 而在我们坚持修行 消除业障的过程中 行善的作用 行善的作用非常重要 善根福德的培养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所做的善事 能成就我们的善果 有这样的基础 不再去修行 才能够迅速的消除业障 得到身心内在的快乐 善是学佛的土壤 如果我们平常老行善 突然再有机缘一学佛 那很快就变化了成就了 现在人 为什么学佛没什么效果 主要是没土壤 学一学就学不下去了 学一学烦恼就来了 为什么 就是没有善的土壤 在起作用 所以 我们佛法这个根 这个种子就深入不下去 长不成 不由自主的 我们跑提了 跑偏了 为什么 没有善 即使我们这个佛法的种子 长起来了 但土壤不厚 走一段 树就倒了 因为这个土壤太浅了 再想发展 土壤养料不够了 长到一定程度 我们自己学佛的这棵树 就倒了 或者 就走入歧途了 为什么 善不够 这是根本的原因 所以 大家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善根 把基础扎实了 这个很重要 大家无论如何 平时一定要日行一善 慢慢的增加到日行三善 日行十善去 要坚持持之以恒的去做 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就不一样了 再修行佛法 才能真正的相辅相成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前进 光修行 没有善 到一定的程度 恐怕不牢靠 我们每天坚持行善 做他一年两年 做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没有问题 善果一定会来的 命运一定会改变的 不必发愁 第三 落实五戒十善 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 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因果 明白因果的原理 就是要想方设法改变命运 我们看了凡四讯 有人给了凡先生算命了 所以他对自己一辈子的命运非常清楚了 他的的确确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他觉得 既然无能为力 干脆不追求了 得过且过 后来 云谷禅师告诉他 这大错特错 交给他改命之法 让他回去 老老实实行善 帮助别人去 助人为乐 他开始 也是日行一善 慢慢的增加 慢慢 命运就变了 后来的命运 和原来算命先生告诉他的那些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 越来越好 所以 我们明白了因果的原理以后 怎么办 就要遵守五戒十善 明了因果 这叫 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通过拜颤 诵经 念佛做什么 做自尽其义的事 这样 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慢慢的 我们命运就改变了 命运 一定可以改变 怎样判断命运改变呢? 一定要 自己观察 改变 是有标准的 什么标准? 就是身心健康了 身心清静了 内在平静 愉悦了 我们如果能够 像余静义工那样 去真的修行 三年 一定能改变命运 没问题 一点不难 关键是什么? 是我们做不做 是用什么去做? 嘴里做? 身体做 还是用意念真正去做? 这是不一样的 意念 我们还是贪嗔痴 无数的烦恼 嘴里面说做善事 外表假装去做善事 这个没用 改变不了 没用的 所以 佛为什么要讲五戒十善? 佛讲的五戒十善 就是爱护自己 佛要求每个佛弟子 最起码要做到五戒十善 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 我们只要按佛说的 把五戒十善完全做到了 断恶修善了 这不就是爱护自己吗? 2. 无福少善根 傻也干不成 斜隐是最损福报的 而福报一旦没了 就什么都完了 第一 福德支撑我们在六道中的位置 在六道轮回中 行善基福的基本是投生在三善道 造恶犯戒的 造恶犯戒的 基本上都是投生在三恶道 善道和恶道里面又不同 业力特别重的 可能就是地狱 其次是鬼道 再其次就是动物道 善道中间也是这样 由善业不同 又到人道 修罗道 天道 天道里边也不同 也分了很多层次 包括我们人中也是 同业相惜 同类相惜 聚在一起 就是由各自的业力相聚合的 这六道 依靠的是什么来安利呢? 就是靠的福报福德 有福德了 我们可能在天上 可能在人道 没有福德了 我们可能在鬼道 动物道 就靠的福德 我们现在脚踩着大地 我们以为是土地在支撑我们 不是 是福德在支撑我们 如果我们的福德不够 那我们在土地上 一刻钟都待不住 立即就到应道的地方去了 无论是哪一道 没有福就没有办法承在 靠的是福德承在 不是土地 所以如果不赶紧行善积福 光是一个劲儿的造业消福 那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 没有福报 无法修行 有的人知道自己造业太多 想学佛改命 想学都学不成 为什么 现在社会的人往往善太少了 而且不行善 所以没有土壤 学佛学不了 就算学了 往往也都是一些表皮 行事 在行事上打转转 深入不下去 或者遇不到善知识 或者遇到了 人家说什么自己听不进去 自己老是往那些行事上跑 老是哪热闹往哪去转 让他自己去赵因果 五戒十善去做 去真正脚踏实地的行善 他不做 做不下去 做不到 这不怪他 为什么 他没有福报 做不了这事 所以说 我们大家无论如何 如何要行善 即使不学佛 对于我们大家在六道中 能够生活的如意些 行善都是最重要的 对于学佛来说 那更重要 在现在的社会来说 行善甚至可以说 比学佛可能更重要 来得更有效一些 不然 可能等不到我们修行成就 因为福德福报不够 不知道就掉到哪儿去了 三 借银有障碍 行善来突破 借银这件事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什么都做好 很难 类似的毛病习气 我们人人都有 都很大 现在只能说是我们犯错了 我们知道它不对了 下决心改 按五戒十善一点点来 就这么坚持修下去 我们知道错了 懂得害怕 这就好办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逐渐的转变 一开始 可能不能让自己的习气毛病 立即停止 也不要紧 时时刻刻 从意上 尤其是意上 观照自己 从意上 让自己正确 对照着五戒十善 不符合的 我们就要断掉 拉回来 符合五戒十善的可以做 这样就开始 从现在就开始做起 每天继续拜颤 诵经 念佛 依靠佛力加持 让我们消除业障 转变命运 使我们自己增强 对我们深口意的控制能力 逐渐 错越来越少 善 越来越多 逐渐的达到一个 纯善的状态 自自然然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符合五戒十善 就好办了 现在 我们借淫 遇到种种困难 克服不了 很大程度上 就是基础不牢 没有善 七心动念 都是为自己 全是自私自利 所以 我们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给大家提倡 要日行一善就好 就在现在全恶的情况下 先种下一个善的小小的种子 找一个突破口 让大家把善先种下去 慢慢的 把这个善扩大 再扩大 慢慢的日行时善了 百善了 甚至逐渐都是纯善了 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开头 最主要是养成我们一个意识 养成一个习惯 第一 行善从孝做起 我们知道了 行善的重要性 想行善从哪里做起呢 建议大家 就从自己身边的事做起 尤其从孝敬父母做起 佛在静夜三福的第一个就讲 孝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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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最大的愿望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未度 不正菩提 无时节来 地藏菩萨依然在度化地狱最苦众生 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帮助 我们众生都很苦 我们每个人都很苦 我们到了地狱 就缺少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大菩萨 那是真苦 没有人去救度我们 没有人去教化我们 就麻烦大了 就这个孝子 感天动地 因为所有人 无论是佛 菩萨四圣法界六道法界 通通十法界众生 哪一个没有父母 没有父母 我们就没有办法延续 就没有我们 所以说孝是根本 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们了 大家说这不是根本吗 所以 反回头来我们做孝养父母的事 这是什么 这就是根本 百善孝为先 最应该做的事情 真正的孝 从古到今没有不赞叹的 没有不提倡的 哪个民族都是这样 而且这个孝 成就了地藏菩萨 成就了地藏经 成就了我们佛教里边的根本 所以 我们现在提倡 读地藏经 同样也是提倡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同样提倡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同样也提倡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送大成 劝尽行者 这些 通通从哪里来 都是从孝养父母这里来的 没有父母 就没有一切 说地藏菩萨 学的就是父母 学的就是根本 因为地里边包含了一切 地里边生长一切 我们人生活在地球上 依靠的就是地 地生万物 没有地 我们无法生存 所以 这个地 就像父母一样 是根本 所以说地藏菩萨 地藏经和孝养父母 是相通的 同样地藏菩萨 也是依佛菩萨 依孝养父母 而产生出来的 净化出来的 而生华出来的 所以说地藏经 和父母是融为一体的 不可分离的 不可分割的 由于这个大根大本 所以地藏经 才能感召所有的佛 所有的菩萨 所有的龙天护法 得到他们的护持 帮助 自觉自愿的护持 自觉自愿的帮助 没有条件 没有前提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 都是由父母产生的 所有人同样也会延续后代 也成为父母 所以说 地藏经 是根本 效养父母 是根本 没有父母 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把这个根本抓住了 才能说是把善行到点上了 第二 行善不在前多前少 我们提倡日行一善 是用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去行善 什么是善 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说好话 为别人做事 做好事 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善 不一定要用钱 我们每天心里边想着如何帮人好起来 如何让人家好 说话都说有益的话 做事 随手看到有益于别人的事 我们做了 这个就是善 包括随手捡捡垃圾 随手帮人家推个车 甚至过马路 礼让一下老人 等等等等 这都是善 不一定说要用钱 花了多少钱才叫行善 当然 也可以拿出一部分钱 少量的钱 做善事 做放生等等 帮助别人 这就是增长福德 种福田 将来一定会慢慢提高福德的 总之 我们就按力所能及的坚持做 随着这些善根福德的不断积累 正面积极的力量一定会表现出来 极大的帮助我们 借银成功 好了 行善的事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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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